身为母亲,陈女士心疼孩子是人之常情 可曾先生作为孩子的父亲,他难道就不心疼孩子吗? 一方面,动辄几千元的住院开销,让曾先生有些吃不消 另一方面,也是让曾先生最不满的是 岳父母在小题大做,白白花了冤枉钱 这个钱就流水营养去掉 我养一个小孩,我问他我的成本要多高 除了在用钱上对岳父母不满之外 曾先生告诉我们,还有一点也是他特别看不惯的 我觉得我岳母带小孩不行,真的不行 那米糊是喂起来,包括他现在喂我这个小孩也是这样 是把小孩固定住,然后拼命往里面塞 塞着小孩反吐了 包括我现在都学会喂小孩,我喂给他们看 我自己边吃饭边喂小孩 对于他们的喂养方式你不太满意? 真的不满 还有其他方面吗? 小孩整个一个想法老 吃完饭,你像这个这个这个饭吧这上面也也不会说及时讯 随便搞一点纸,搞点水,抹一下也好啊 嗯,我经常这样做,我我我做给他们看,他们也许看不到 我对你输这个,知道吗? 嗯,太恶心了你 不急不急 听到好气氛,这样愿望呢 是吧,你又说我愿望 为什么他看着脏,做事 把那个豆子手指甲里肯定脏脏的 我说你不相信你去给我把,我看你手能干净不 觉得是他不够体谅老人家是吗? 对啊,他不知道老人家是多辛苦 又要洗衣做饭,又要给你带小孩 那么多事 我妈又是腰肌脑损 然后骨骼已经硬化了,身体很长 你一个做母亲的带孩子,这个是天经地义啊 就一个孩子,你都不能带 从你的角度看,应该是由陈女士自己来带 对,没错 他说了天经地义,你不会带你爸妈帮你带是应该的 所以不用寄这份恩情 对,可以不用寄 哪个做母亲的第一胎都很会带孩子 没有关系啊 这个孩子不会带,慢慢带就会带回啊 我们自己的父母亲 小时候第一胎他就很会带啊 也不会带啊 我的本意就是母亲带孩子 这个是天经地义啊 你就是比如说你做一个月子 母亲过来照顾一下 之后就你自己带嘛 是吧 丈夫对父母的句句抱怨都像一把把利刃 直戳陈女士的心窝子 在她看来,父母年事已高 能把孩子带到两岁半实属不易 丈夫这样鸡蛋里面挑骨头 对老人未免显得太苛刻了 可是在曾先生看来 带孩子原本就是妻子的义务 妻子如果真的替父母着想 从一开始就不该把儿子交给岳父母带 听到这儿 坐在厂下的岳父表示有话要说 那么岳父会如何回应女婿的种种不满 既然女婿不乐意让老两口带孩子 为什么他们到现在都不肯放手呢 首先最开始 你们是为什么想到要帮他们带孩子 怎么考虑的 我们是真想 我们现在还能够动 能帮得到 我们就有生几年就帮他们一下 知不知道女婿她这边 其实并不想要你们帮 她没反对 你们不知道 如果她当时讲了这个话 哪怕给我一万块钱一个月 我都不会给她带 所以女儿也并没有告诉你们 她其实不愿意 我说她在商量好的 她才知道给我们交 我今天她没有换 我今天才知道 明白 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这是活得不太平 哪个愿意带来 愿意去上班 我也不愿意带来 从老人家这边来讲 真的是出于要帮助他们的 一个他们也可以减轻的负担 对她做业子什么都更好 明白 身体 而且你们真的不知道 女婿原来不愿意 第二个问题 她说到的孩子就是 关于生病老住院这个事 谁愿意到医院里去闻那个味道 到医院里去招呼一个病好 我要招呼病好 在家里招呼多好 挺麻烦的 你去天地下去请 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 她一发病就是高烧 39.841度都烧过 她从来不关销 一烧 现在这个病单 我都没拿来给他们看 在家里 那我们伤风感冒 发高烧 就就地医院去看 钱也不出 电话也不打 也不问儿子到底怎么样了 就是没这个重要 就是我们出钱 没有问她要过 没有问她要过 抱不着 小孩平时穿啊 鞋子啊 什么东西啊 都是我们买 她买过多少 她买过多少 买过多少衣服给小孩 第三个问题 她说每个月有拿4500块钱 这个事儿 这是他们的事 你不知道的 我没要他们的钱 之前半年帮我们带小孩 是没有要我们一分钱的 就是后 就是发生矛盾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个月就拿一千五 一开始我们带一分钱也没要她 以后为什么要她的钱 就是闹得好厉害 她姐姐他们都在 说我们是奇葩 我俩都跟我讲奇葩 我们是幼儿园的知识 我说你这个儿子这么一点大小的要钱 我在工业里他不开 他都要去做那个摇摇菜 要问我 要一块钱去做 我说这么小的小的要钱 我说我七十多岁的人了 挣钱挣钱到现在我不晓得要钱 我说从现在开始我要了 每个月一千五 她姐姐讲了 这个要赶 这个要赶 郑勇 你要去跟他们派你道歉 等一下这一千五 这一千五是谁讲的 是我讲的好不好 我说以后就一千五了 说不够 你是怎么说的 养一个小孩一个月还要一千五百块钱也有多 你是这样说的 我说小孩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吃奶粉呢 一千五应该够了 每个月一千五代孩子 以现在的消费水平的确不算多 可曾先生却给的很窝火 他想不明白 妻子年纪轻轻 为什么既不出去工作也不愿意带孩子 岳父母对自己女儿的问题视而不见也就罢了 还要把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 他自然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岳父说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 对我们从来没有尊重 来过一次 人家感觉人家一年三千什么的 没有的 有一次 拿八百块钱给我 过年前 刚刚我压得跟我讲 他身上就是一千块钱 拿了八百块钱的 他身上是两百块钱 所以我买了八百块钱全部拿不给他 如果是要时光倒退的话 他们这样说 当时我们是自己的反对 我用反对 我内心反对 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那你是要坚决反对 那肯定 带一个男孩子 一个婚礼 大十多岁 没有房子 没有钱 没有车 也没有人贸 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不感受 你看看我感受过一点吧 我们家们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他 我感受过一点吧 老人家的意思就是说 当初这个条件 他们本来就心里就不太满意 可是接受了 接受了希望你能过得好 可是心态这样的 因为他当时恋爱的时候 对我也还好 我就是看中这一点 我才决定嫁给他